葡萄园儿童故事 从前,在一个阳光明媚、温暖的国家 有一个名叫阿里的男孩 住在一个以葡萄园闻名的村庄里 阿里在葡萄园旁边长大 对葡萄的神奇世界着迷 葡萄串的颜色和味道总是让他开心 阿里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在葡萄收获季节到来时 去葡萄园采摘葡萄 一天清早,他兴奋地去了葡萄园 葡萄园绿意盎然 树枝上挂满了又大又好吃的葡萄 阿里手里拿着篮子走进一棵树 但是伸出来装满他篮子的葡萄串太高了 阿里觉得有点难过 因为他个子不够高,爬不上那么高 就在这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架梯子 阿里放下篮子,朝楼梯跑去 他把梯子靠在树上,兴奋地爬上去,够葡萄串 伸手去拿艺术,正巧遇到一群孩子正在大笑 你好,阿里 他的朋友们叫道 我们是来摘葡萄的,要不要也帮你 阿里微笑着接受了朋友们的提议 他们一起工作,很快就装满了篮子 当葡萄又甜又多之时 孩子们互相哈哈大笑,开始在葡萄园里欢快地手舞足蹈 当阿里和他的朋友在一起时 他意识到葡萄园和友谊是多么宝贵 他们一边摘葡萄,一边跳舞,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那一刻,阿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葡萄园结束后 阿里和他的朋友们把装满葡萄的篮子带回家 他们从篮子里挑选出最漂亮的葡萄 与家人分享作为晚餐 他们都坐在桌旁享用葡萄 在葡萄园的经历之后 阿里了解到葡萄不仅仅是一种水果 正如葡萄了解友谊一样 他象征着一起度过的时光,分享快乐和友谊 葡萄提醒阿里,有一种力量可以将人们凝聚在一起 第二年,葡萄园举行了丰收节 村民们提着一筐葡萄聚集在一起 阿里参加了节日的活动 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跳舞,唱歌 当然,还吃了美味的葡萄 节日结束时,村民举行了盛大的答谢仪式 阿里向他的朋友和葡萄园主致谢 他谈到了葡萄如何加强友谊和团结 并邀请大家一起收集更多美好的回忆 从那天起,阿里和村里的人每年都会举行丰收节来 庆祝他们对葡萄园和彼此的热爱 葡萄园已成为他们村里最特别、最快乐的地方之一 尽管阿里在葡萄园的那段经历 让他在生活中的其他情况下感到沮丧 但他并没有忘记葡萄所提醒的价值观 他关心他的朋友、爱人和一起度过的时光 葡萄教会他与其悲伤 不如在亲人的陪伴下找到快乐和希望 而阿里每年春夏都会回到葡萄园 爱上一串串的葡萄收集与朋友们的美好回忆 对他来说,葡萄成了友谊、爱情和分享的象征